罗马 法书第八章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爱 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做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照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益 所称为益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益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漏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 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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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